今晚在攝谷預約了一間餐廳吃Omakase 這間餐廳東京有三間分店 其實我也是早兩天才上官網預約 價錢算是便宜的 它晚上是7000日圓一個人 如果是下午過來吃是3500日圓 屬於是一個很平民價的Omakase 而我所知它下午和晚上的菜單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想值得吃一點可以下午過來吃 每個人應該有25道菜 應該會吃得挺飽的 第一款的壽司已經來到 這個是白蝦 上一次吃過白蝦沒有敏感 今天就很大膽挑戰多一次 看看有沒有事 應該沒事 因為我反應很快 以我之前吃的生蝦的反應 這間Omakase雖然是一間很平民的店 它收費就不會很貴 但它就不會全部就找飯糰堆 可能會給你一些刺身 或者煮過的鮑魚 龍蝦之類的東西 我現在今天的第二道菜已經是刺身 我現在吃的刺身是Sawara 大家看到Alvin的頭很大 這個位置很窄 所以機位不能放得那麼遠 因為它是吧檯 我們其實是黏著和師傅在前面 很大塊 它也是一開二 這裡是其中一邊 但已經很大顆 這一個 這間店鋪不算很小 前面巴桌的位置大約有十四個位置 巴桌對面還有十多個卡位置 今天這間壽司片 我現在沙發吃了兩件壽司 我覺得它的飯有少許特別 第一就是它的飯兩塊都是偏熱了少許 壽司飯的溫度到底是多少才是最好的呢 其實不同師傅自己有一個不同的標準 一般比較多師傅覺得比較適合的溫度 其實就是一個類近人體溫度 你放進口裡 其實就是不應該覺得它是冷過你自己 或者又不會明顯地覺得它是熱過你的 另外就是醋的味道 它這裡也是比較淡一點 因為日本很多時候壽司店做醋飯 都會比較喜歡那個醋味明顯一點 那如果通常在香港吃壽司 那些壽司飯的醋味就很淡很淡 今天這間就有點像是香港的那種 今天這間飯我剛剛吃到第三塊壽司 我覺得它不只是偏暖一點 不只是醋味比較淡 還有第三樣東西就是飯質比較淡 本來就是要它的飯有一定的吸水度 還有一定的黏性 那麽那個飯入口的質感才會比較好吃 那剛才我剛剛夾大家可以看到 吃第三塊壽司 一夾下去舊飯有點散 一夾就散開了 那散飯這個問題就不是偶然 因為剛才我隔壁有本地的食客 那師傅是一插完飯一擺在他的壽司 舊飯是已經散了 那師傅是看到的 那麽就立即折走那塊東西 重新插過一塊的 這個湯的主要味道就是蘿蔔絲 加了很多蘿蔔絲 清淡的 然後吃鮑魚 剛剛看著師傅井 這間在食材上比較沒有那麼節儉 大方的食材上面 其實他可以做一個軍艦或手捲 都可以解決了三迷零時這一部分 但他就玩一碗小小的飯 然後就會淋很多上去 最近跟伊勢蝦很有緣 因為這一間是奧馬卡西 其實我是不知道今晚的菜單是甚麼 有甚麼吃的 但其中一道菜竟然是伊勢蝦 所以我覺得這頓很值得吃 還沒吃完都告訴大家是值得吃的 因為其實這些食材他用得都挺名貴的 即是一隻伊勢蝦 你算港幣也有幾百元一隻 那其實一頓飯也是幾百元而已 好 拆了一塊肉出來了 你看看 一塊尺身一塊尺身一塊中湯 很大塊海膽 今晚的重頭戲 究竟他用的食材是美麗還是不美麗呢 吃這一塊就知道了 嗯 很緊張 海膽是一個很容易吃得出它美麗還是不美的食材 剛剛那個海膽 我吃到很少很少的藥水味 就是我說的那些化學防禦劑 零化魚之類的那種臭味 吃到很少很少 不是很厲害的 即是呢 剛剛兩天吃了一間放蹄壽司 在池袋 那間叫做初枝 那間就好像香港那些很差的店 吃那些海膽 還有一樣的很重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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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一塊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那種這樣的味道 不是很厲害 但是有一點點 很重 很重 在 бан 我們可以先幫他了一碼 從小碗 在餐廳 的 從小碗 就是在餐廳 выд打 我准时5点到 其实刚刚刚上完最后几粒水果 我就早了5分钟出来 现在是6点55分 今天这间餐厅我自己就觉得抵食 如果特别是你下午过来 整个体验 你说服务和师傅的功力 当然就未去到一些贵它很多倍的寿司店的那种级数 但你计算它的价钱 其实它就属于很抵食那一只 如果你来到日本来到东京 你想用一个不太贵的价钱 体验一个都挺好的奥马卡丝 那这间餐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趁着吃宵夜和大家聊聊天 今晚我吃寿司天 刚刚吃那个奥马卡丝 吃完餐饭我跟Kit说 我说如果出街吃饭 大约好像今天就是拍寿司天 即是拍差不多多片 然后大概看镜头说差不多多 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都可以正常地享受到一餐饭 即是出街吃饭你其实是享受的 你放假想休息一下 和老婆吃一餐饭 那如果你说平时我拍有碗画碗 或者好像之前可能做东西 去拍一些旅游Vlog 即是用一个开工模式去拍旅游Vlog 那你见到我拍一些食物照片 我是拍很多 和你会见到一些很close up的Pan shot 那其实那些我是要很花时间做的 所以有时整餐饭就是很忙很忙 然后很想着拍东西 那时候自己就不是很享受到那一餐饭 那我今天因为这个旅游Vlog 我本来就预认了就是说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拍片 都是想自己去一下旅行 那好像我今天这样去拍寿司天 我就在拍摄之余 都还可以觉得自己是享受了一餐 即是出外吃饭的体验 那那个平衡是比较好的 所以今天拍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体验很新鲜 对我自己来说 即是好像又拍了一些东西 即是有拍了一些片 但是吃完一餐饭 我又不觉得自己太过是刚刚开完工 都是享受到吃了一餐饭 所以这个体验是挺有趣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旅行Vlog就是这样 很多人拍Vlog都是比较自然去做 就是不会很刻意做很多Shot 但是你就是要坐下搞很多东西 所以很认真做 最后搞到是没了时间 即是拍片都有很多方法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别人轻松的方法 是的 即是我的钟是一种很不轻松的 拍旅行片方法 即是很开工的 我经常觉得 其实好像一个人在做一队 crew 即是今时今日做YouTuber 就是轻松的 是的 我就很不轻松 但是好玩的 各个各个 请不吝点赞